三大鱼 三大鱼 你為甚麼坐在這位置 為甚麼他們吃午餐 我們不要入去不坐 小鱼有這麼重 二十幾分鐘 不行 我們今天來這裡做甚麼 小鱼 第四個月的車 談談 對呀 今天已經是兒子第四個月 然後回來復診了 不知道醫生呢 對他有什麼評價 有什麼意見呢 不知道他又有沒有進步呢 嘩 你看看他 流口水有多多 越來越多口水 變了口水怪 嘻嘻 嘩 你看看他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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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窮了 你看看多活 從幾個月前來這裡 是不是 欣賞 hello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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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力 爸爸快捉不住了 是不是 hello 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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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厲害啊 7點幾kg 嘻 嘻 頭圍40幾cm 嘻嘻 嘻嘻 你看你多開心 是不是 不知道醫生有沒有劃力進步呢 嘻嘻 等一下就知道 是不是 爸爸 嗯 爸爸打了幾針啊 三針 一邊冷一點 那邊是水 嘻嘻 哎呦 慘慘了 流血啊 噢 本身好眼睛啊 現在再打兩針 好了 出門口了 哎呦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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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大兒子呢 我們就見完醫生了 那呢 剛才打完三針呢 他哭得很淒涼 那呢 在這個過程呢 因為醫生都跟我們商量了 怎樣吃這個Solid Food 那就有分1st Stage 2nd Day Stage 和3rd Stage 我忘記了 安全單 那呢 那呢 因為呢 我們家人都之前給了一些Solid Food 那些給我們 但是呢 那兩個應該就不太適合 因為呢 就要等到6個月才能吃 那我們就唯有呢 就自己做著 那呢 那醫生有什麼建議呢 就是叫我們自己買了些水果回來 然後呢 打溶它 就吃少少幾個匙羹 那就是一天吃一次而已 那他真的愛上了的時候呢 對啦 就正式給他 可能一天吃兩次 這樣 增加到這樣 那然後6個月之後呢 就做什麼呢 6個月之後呢 他就說可以試一下 就充分一下 那些食物 那為什麼我說剛才那些不適合呢 因為剛才那些食物 他有兩種口味 例如說他有Pumpkin加Banana 或者是Kiwi加這個蔬菜 那因為他說呢 剛剛給他試吃的時候 然後呢 就一定要給他試吃一種 那他就建議呢 由水果開始先 慢慢再加這個Veggie 那他說可以是combination的 就是可能是 今天是 這兩三天是水果 那之後那三天呢 就是蔬菜 那蔬菜那裡呢 他就最好就是先煮熟了 那樣 那樣 就不要直接給小朋友吃 那樣 那還有呢 之前都跟大家交代了 就是說 他在奶粉那裡呢 就有敏感的 那醫生就說 斷定了他不是屬於最敏感的情況 也都不建議我吃之前買那隻牌子 那但是因為之前我們買了 那為什麼他不建議呢 因為他說真正 allergy 是很嚴重的rash 就是整個臉是爛到不得了 甚至乎 是會出血的 而且他說是連續噴泉式的噴奶 那那些叫 allergy 如果他說普通一點點 那些是屬於normal的 那我建議我們吃回普通 例如市面上在Costco Giant Target 買到那些奶粉 例如紫色那隻 或者是藍色那些 然後我們也有問他拿sample 但是那些sample 真的是for sensitive baby 他都說很適合 但是因為我上次買的那隻 那隻是超級貴的 而且市面上是很難買到的 而且那隻真的專注一些 非常敏感的baby 食物 但是因為我上次的兒子 真的很喜歡吃這隻牌子 所以就 我真的不肯定說 我的兒子真的好吃 醫生都說 盡量不要餵食這個 但是他就說 如果你開了就盡快吃完就算了 為什麼我兒子會有那些 好像看上去不喜歡吃呢 他就說 因為他還沒習慣 因為他吃開人奶 就叫他盡快適應 都要get used to 他都說盡量都最好 如果你能夠餵人奶 就吃回人奶 但是我不想給自己太大力 再加上已經4個月了 那我的心態是怎樣呢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 給人奶就盡量餵人奶 吃到奶粉就侵奶粉 因為其實奶粉又不是太差 還有也有個飽肚感 睡都睡得好一點 因為人奶很鍛定我吃多少 寶寶就有多少東西吃 所以我會是combination 做了就是人奶加奶粉 可能這一餐是人奶 下一餐就是奶粉 我的做法就是這樣 沒有之前可能那麼緊張 或者是一定要堅持 一定要人奶 因為要給那些抗體 都盡量給到 唯一這次我要跟Tony 考慮一下什麼 就是因為 他就說因為6個月之後 他就要打這個 vaccine 但是這個 vaccine 除了是要打回現在這個 不知道T-TEP的補針之外 他還有一個就是 COVID-19 因為COVID-19仍然是虱弱 他說MONDERNA 還可以給到6個月大的 可以開始打了 他就說 我們10月回來 試試考慮一下 會不會打 但是呢 我有點卻步 因為始終6個月 就不知道 是否適合他打 對 那我大人 我也有問他 如果我有抗體 我打完之後 我可不可以給他 他說 你不能快 直接打 對 所以他都建議強烈我們去打 那麼 試一下吧 我們這兩句就試一下 這個呢 純粹我們也是BTS Family的分享 除了拍一些的 一些Trip之外 我們都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和小孩 或者是我們Family的 一些Vlog 如果大家有繼續 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去看 還有記得 Subscribe 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